那麼我們今天還請到了這個蔡惟愷 他是烏魚子專家 他們家叫做齊豐源對不對 對 對烏魚子很懂 請問你烏魚子可以冰幾年 冰幾年 當年吃比較好 就今年先做 今年先吃比較好 比較新鮮 我們還有去年的怎麼辦 去年的怎麼辦 對 我也是 去年拿去炒飯 其實你保存好的話 隔一年還很好吃 對 你要保存好 會保存 用盒子裝起來 裡面再紙包鍋 再盒子裝 其實沒有差 乾燥度好的話 其實為什麼還有去年 就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今天就教你怎麼處理 好不好 很多人還不知道烏魚子是哪裡來的 他不是海裡面撈的 他是在魚肚子裡面 所以今天請圍凱跟我們解釋一下 烏魚子從哪邊來的 這個就是蜈蚣 蜈蚣是什麼 蜈蚣就是蜈蚣的 蜈蚣也有軟 有蜈蚣 鱈蚣 今天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海的還是假的 差別就差在這裡 有假的 對 你看舉出來 它的鱈 冬天的魚鱈 它就有膽號 它的膽號就是在這裡 膽號是什麼 對 它會有一個這個膽 對 不然呢 不然有的沒有嗎 有的都沒有 那它那是什麼魚 那就是養殖的 要不然就是霸西 所以這是野生的烏魚就對了 對 跟烏魚子一樣 你看 我們的烏魚子一樣 都是有黑點 有沒有 對 每片都有 一定都有 大小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 不是看一塊肉對不對 對 那一塊肉也是有 每個人殺法都不一樣 因為魚缸 所以要這個東西 對 我們當天 一看這個就對了 對 哇 你這樣說一下 後來所有的烏魚子都給我 摩摩摩 對啊 摩摩摩 對啊 越來越貴對不對 嗯 越來越貴 因為魚欠缺對不對 嗯 舊啦 魚越來越貴 越貴喔 近一斤多少 現在一斤四千多塊 哇 所以人家來散烏魚子 那是幫我們當朋友